面中红圈处武装分子躲在黎巴嫩以及以色列边境 没想到下一秒直接遭到以色列空袭轰炸 美国财经媒体分析 以巴战争未来可能有三种发展 第一是双边冲突仅限于加萨走廊 战火没有外溢到其他地区 但随着黎巴嫩与叙利亚边境不断传出遭到以色列军方空袭 不排除演变升级成代理人战争 以色列除了面临来自北部的压力 最棘手的第三种状况 目过于与西方交位的伊朗决定与以色列全面开战 近期伊朗外长就积极走访大马士革 会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还在与黎巴嫩真主党领袖见面时 与待威吓 专家指出尽管伊朗参战可能性不高 但如果真的与以色列打起来 恐牵动全球油价 美国财经师分析 美方可以透过原油制裁 牵制伊朗行动 但若以色列与伊朗交战 伊朗可能会关闭每天供应全球五分之一 原油的荷莫兹海峡 恐加使油价涨到每桶150美元 2024年全球经济成长幅度 将下滑降至1.7% 总经济产值减少约1兆美元 以巴未来若扩大战况 势必冲击全球民生 经济在线萧条 三连新闻信条报导